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咱们继续暗黑破坏神二代高清流程的最后一期了 咱们的死灵法师打到了地狱的第五章 正式开始攻略之前咱们先回第一章把队伍传起来 这是整个流程中比较重要的部分 那最近有很多小伙伴给我留言 大叔怎么感觉一打起来就比较顺利呢 而且你装备还能拉着 然后我们在用这个骷髅的时候 暗黑破坏神一个火墙那就被推倒了 其实还是打法的问题 我的小弟即使我再拳 我也要给他一个攻击高的墙 追求攻击 如果有吸血的装备呢 可以给他提升一下他的生存率 看一下我的小弟 手术法没切换 好46到435 在他开启力量光环之后 大家看伤害啊 455到2000多了 这样他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制造出来第一个尸体 制造出尸体之后 那咱们队伍就会慢慢的起来了 并且呢 在和敌人的团队相持的阶段 咱们的骷髅其实更大的 作用啊 是在于和对方的兵线 纠缠在一起 这样当小弟炸死了一个敌人之后 咱们就可以省时报了 那其实有很多小伙伴呢 说打一些boss的时候 自己的骷髅总挂 那其实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控制好boss 控boss的话 就是一个衰老 再加上在他身边召唤一个石魔 双重的减速来控制住他 这样你像暗黑怪神这种boss呢 就很难放出过墙 在这修正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装备吧 最后咱们看一遍装备啊 大家注意啊 蓝装 白装 蓝装 福文之与知识 黄金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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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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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知识 这个 寒酸啊 比较寒酸 但没有办法 小弟呢 有个绿帽子 卡兰下 主要是为了吸血 大概 我就是这个强度吧 技能方面呢 就是主家的召唤骷髅和知卫扶龙 另外呢 狮暴我给扔满了 其实没必要扔满 但是你单击的话 为了追求通关 还是怎么舒服 怎么打比较好 OK 咱们去找杜君山客了 好 来到了第一个传送战 这个传送战很重要 尤其是对于咱们来说 咱们往上走 打这个矫正者 往下走 可以打杜君山客 这个地方可以进行 炼击 或者轻住的 MF 在你的技能啊 装备不成型的情况之下 手套啊 捡起来 看一眼啊 应该比我现在的强 哎呀 亚本逊的 这 好吧 去打山客啊 刚才我介绍的打法呢 召唤死灵 其实就是两个战术系统 一个呢 是推图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是打BOSS 推图的时候就是 制造尸体 然后尸棒 来咱们搞一点复活生物啊 复活生物我加的不太多 打BOSS的时候呢 就是另一套战 核心啊 就是空 减速 然后在他旁边的一个石膜 这样基本上了 当然了 这种小BOSS其实没必要这么大 我的天 天发之锤 钱啊 就是银子 随着之石 回去交差 大老爷子在那辨识一下 冰冻高地去救人 救人的任务比较锁碎 我的天 他562呗 可以 你看 忍着这个355 亚马逊这个手套给他留着吧 好了 咱们去 救这个任务 然后救人 救人的任务 一共有三个地方 好 咱们现在先找到了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屋子在这 里边还有骷髅射手呢 可以了 咱们去找最后一个 第三个牢房在这里 来 来 来 戳开 戳开 咱们走吧 让我们出发 我去领个七八九 然后就可以去救安雅了 谢谢 晚安 有一个木材 水晶通道下的冰河中 去寻找安雅 出发 到冰河的入口了 这里应该比较大 有实体攻击不效的怪 看着这个怪 我就放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没有电魂了 对吧 否则这张图 是有可能刷电魂的 电魂的恐怖 那小伙伴应该领教过 来 把这清完 清完就可以救安雅了 这几个血人 把土摩扔到里面去啊 他的舒服不是很高 我小弟现在身不上手了 我的攻击强点 身不上手了 那咱们 好 来个野的 来来来 土摩保护我 这回小弟肯定是能身上手了 竟然打出一个漩涡球 这么高级的物品 救完他呢 咱们会有一个抗性卷轴啊 这个才是最主要 这些东西卖一卖 三万五 好 然后就要去打尼拉赛克了 但是哎呀 会给我一样东西 这个我还是挺期待的 因为咱们毕竟一身破烂 谢谢 谢谢 好 给了五个 祝 祝如墙 看一眼 加一支诅咒 大妹子 我是一个 召唤死灵啊 召唤死灵了解一下 趁他们站起来 之前先把他们爆掉 这个有一点过分了 否则这应该是一个 类似陷阱 但是很可惜 没有坑到咱们啊 行了行了 皮皮 皮总啊 给我爆点好东西 来个风之力 我好起个弓嘛 特别诅咒 他炸了 他炸了 连个黄金都没给我爆 好了 尼拉赛克了 听见了 护身符的声音 这肯定是一个召唤GC了 捡起来 解释一下 我的天啊 还不是我的 还是个战士 哎 加几最大伤害者 看一眼 没加杀 没加最大伤害者 在这边 在这边啊 好 不能 哎呀 我的蓝不太够啊 回去洗一下吧 不能在地上留下尸体 二变形系 这个还可以 来几瓶来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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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尸体 我站的地方方圆多少米之内 不能有水 这个货在这 炸了我一下 他挂了 你这会胸甲就不能给我报个 暗静的吗 我小弟好有穿的呀 回去交差 三万五 我以后要开皮吗 那咱们直接去搞三BB 咱们到了三BB的所在之地 叫醒吧 带了不少人来 三个一起打看看成不成 因为我毕竟带了不少人 减速 有点勉强 看起来 有点勉强 一个一个打呢 你就可以 怎么说呢 把他伤害加深 把他伤害加深 但是呢 三个一起打的话 就只能群体减速 先打这两个吧 那个土魔给他控制了 土魔我也没少给他加等级 十几以上 这样他还是比较能长的 马道克已经半血了 还可以 这个家伙特别诅咒 这个是比较难搞的地方 这个buff我不喜欢 我已经倒了一个了 再补充药剂补充补充补充 把刀克又挂了 挂了一个 就好办多了 卡利克的血液不多 弗罗又倒了一个 复活生物的时长恐怕是不太长了 克里克是皮肤硬化 所以比较难打 这个家伙一直在中间承受攻击 血掉的还很少 卡利克呢 一直炫来炫去的 他已经是快半血了 再过一会儿 我的召唤生物恐怕 三分钟就要到了 这个就比较难 别往我这炫啊 别往我这轮 希望这些召唤生物再多舔一会儿吧 已经倒下三个了 召唤生物剩六个 小弟回血 召唤生物剩四个了 卡利克快挂了 小弟挂了 这 我对我的灵魂躺下了 被一下炫死了 所有的召唤生物都没有了 现在只剩下 换打法了 只能换打法了 因为小弟挂了 小弟是被秒了 不是一般的挂了 是被秒了 小弟的装备 太弱了 尤其是 不亏跟亏甲 但是我也没办法 好 卡利克要怪 小弟 但凡有个多日的破壳都没事儿啊 可惜 他只是一个黄金的 普通的黄金甲而已 好 这个克里克也快完事儿了 咱们还是能比较顺利的打 遗憾的就是小弟扑架了 对我来说 就是接近五万块钱 这加什么呢 石魔其实立功了 石魔真的立功了 将上你一点 回去把小弟复活 看看多少钱 我记得是四万八 看一眼啊 看一眼 这个盔甲 我的天 哎呀 行啊 任命吧 跟我混啊 谁让我穷呢 穷的 慘不忍睹 行了 出发 巴尔了 一海 那边 con 我已经说了 要是 出发 了 一路 一路 再上 在那边 一路 一路 第二波要炸沒了 我好快 來 後退一點 後退一點 第三波是火焰無敵 我不敢往前湊啊 我的火 火炕是附的 我來加點血 炸了兩個 讓他們多砍一會 我的小技在哪 拿藥 捡藥 最后这波不好打呀 考虑把他们掩出去 不行不行 这波不能伤害加身 小弟已经挂了 太多快了 你去小弟 小弟瞬间是被秒的感觉 不赢了 把他们干掉吧 这回重整了队伍 小弟这回站位理想 不出手了 来来来上这来上这来 你找个地方捅人啊 好他去捅那个金怪 为了光环出来了 这回好多了 这回来吧 和什么 和什么 对 没什么 有什么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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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支了吗 花了我十万块啊 这边这边先手他一定要先手别让他分身了 可以可以看啊 一个土魔然后呢后面就是一段的诅咒了 摔了 往上一点啊 往上一点 你们这个站位要注意一点 我的所有召唤生物复活生物都没有 现在就靠这些扑罗和小弟了 我看一下啊 持续时间5.8秒 5-6秒来一下就成 又是非常的慢 毕竟是最终boss了可以理解 咱们经历了漫长的开荒 终于是走到了这一步 我这个盾应该是从简单模式的第一张带过来的 要了命了简直 用了整个游戏的整个流程 然后始终也没有找到比他更好 当然了 如果有侏儒的话我肯定会带 其他的装备也是混的惨不忍睹 幸亏呢召唤死灵是一个不太挑 不太挑装备的职业 你看我那两个骷髅卡在那边 带一带 能不能带过去 来来来来 这这这这这人在这 砍 有挤不上来的 我再往这边也挤 然后小弟又挤不上去了 好吧 无所谓了小弟你提供个光环吧 让他慢慢砍吧 这样子我们大概要砍十分钟 然后小弟上去 把一个骷髅挤出去了 看 时间太长给大家跳过了一段 我都打困了你知道吗 这就是咱们的主人宫 没有主动输出的能力 所以就要靠小弟来完成 生不点血了 现在的悬念就是他能给我抱什么 从 普通难度一直到地狱了 从来没有一个boss给我抱点好的东西 那我希望在结束的时候呢 大家能互相留一个好的印象 对吧 下次好再次合作呀 对吧 好 剩了大概一点点血了 小弟加油啊 就等他扑街的那一下 一丝血了 生个血皮 来吧 伤害加深了 你现在分身我不怕你了 命里无实莫强求啊对吧 这都什么破烂 这是让我练那个 投掷野蛮人吗 那好吧 占一款暗黑boss2 高清的视频流程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了 使用的是召唤死灵 召唤死灵的打法也就是这样 另外很多小伙伴问我这个版本在哪下载 其实这就是普通版 我只不过呢是在录制转码的时候呢 保持了原来视频的清晰度而已 那好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课再见